做早餐既要快还要好吃 更要营养 不要随便吃早餐了 教你10分钟 搞定这个蔬菜饼 西兰花 红萝卜 火腿冰 葱花 两个母鸡蛋 一包煎饼粉 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 250克牛奶 搅拌均匀 刷油凉锅下面糊 摇晃均匀 中小火煎至两面金黄即可 雕香松软 营养丰富 孩子们特别爱吃 芋头和西米一起煮 一定要加滚烫的开水 煮30分钟再关火焖20分钟 出锅时加冰糖 纯牛奶 这就是广式经典糖水 香浴西米露 冬天来上一碗热乎乎的 不要再带孩子到外面吃鸡米花了 今天告诉你配方 自己做好持肉卫生 鸡胸肉切小丁丁 加料酒 生抽 盐 胡椒粉 辣椒粉 姜丝 抓匀腌制30分钟 沾上淀粉和鸡蛋液 再裹上面煲汤 五成油温下锅炸3分钟左右即可 外酥里嫩全家人都爱吃 鸡腿这样做比烤羊肉串还好吃 经济又实惠 鸡腿去骨 切成大大的小丁 加料酒 生抽 淀粉 腌制10分钟更入味 油热下入鸡肉 炒至八面金黄 好吃的关键就是放一包这个烧烤料 翻炒均匀即可 哇真的太香了 鸡翅你不要总是可乐了 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吃过 外酥里嫩 放凉了也不回软 切好的鸡翅加姜蒜 洋葱丁 一勺料酒 一勺生抽 蚝油 盐胡椒粉 扎拌均匀腌制10分钟 再把上面的扎扎去掉 打入两个我下的蛋 一包小酥肉专用粉 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 六成油温下锅 小火炸个五六分钟 简单美味喜欢的赶紧安排 孩子不爱吃你做的饭 这个西葫芦鸡蛋饼一定要试试 西葫芦丝 胡萝卜丝 少许盐 挤干水分 加三个鸡蛋 葱花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煎饼粉 加半碗水 搅拌成面糊 油热下锅摊成小饼 小火慢煎至金黄熟透 这样做的早餐饼营养丰富又美味 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学会这个鸡蛋饼 孩子特别喜欢吃 三个笨鸡蛋 用筷子打散 葱花或腿丁 倒入一包煎饼粉 250克牛奶 搅拌至无颗粒状 平底锅刷油 倒入面糊 撒上黑芝麻 摇晃煎至定型 翻面煎一分钟 虾软好吃 又营养简单 喜欢的收藏 天才的点菜 好吃吗 可能是完美了 到现在最好吃的 真的 太完美了 孩子爱吃的奥尔良好吃 不用再出去买了 自己在家做 干净卫生还是会 先把鸡翅 改上花刀 放姜片 料酒 生抽 再来上两大勺奥尔良腌料 抓拌均匀腌制10分钟 空气炸骨摆上柠檬片 放入腌好的鸡翅 180度炸20分钟即可 鲜嫩多汁 味道一点也不输外面的 孩子想吃烤肉串 教你在家做 味道不输烧烤摊卖的 梅花肉切大点的小块 加点啤酒去腥味软化肉质 再按照屏幕上的调料 给肉肉腌制一下 抓匀腌制半小时 再用竹签串成串 放入电饼铛 先至四面金黄煮透 再撒上这个灵魂的烧烤料 哇 太有食欲 太香了 你知道为什么白火龙果 比红火龙果更贵吗 因为红肉的花青所含量 营养价值更高 锅中放20粒冰糖 35克白凉粉 一斤纯净水 搅拌煮开就行 放入火龙果 到碗里放冷透 就成了小朋友最爱吃的果冻了 没有防腐机妈妈更放心 现在是称子最为肥美的时候 很多人想吃 但又怕里面有沙子 这几个关键点你可要记好了 甜蜜碱的称子用清水清洗一遍 放入食盐浸泡20分钟 吐出所有的脏舞 锅中放入姜葱 料酒 放入称子煮两分钟开壳捞出 撕掉称子的须须 摆入盘中 葱花椒热油激发香味 再来上一勺酒店大厨 都在用的白酌汁 这样做的称子鲜嫩入味 连壳都非常的好吃 生菜 荷包蛋 黄瓜 西红柿 鸡排 生菜 宝 签 多简单 你学会了吗 走 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小朋友都喜欢的小甜品 芒果牛奶布丁 做法很简单 准备500毫升鲜牛奶 30克白糖 35克白凉粉 边搅拌小火煮开 再放入芒果 倒入模具中冷透就成了芒果布丁了 切成小块 小朋友超喜欢的 小朋友超喜欢的